Hello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什么唐水泡 来不时都一定有观众留言 甚至是私讯告诉我 谈谈你那时候拍电视或拍电影的趣闻 秘闻给我们听 是有的 但有很多真的不能说出来 自己要衡量的 我还在这一行里面 不过有些趣闻 甚至是辛酸事 我觉得不妨跟大家说 最近 你知道演唱会的事故 引起很多关注 很多人就指指点点 我又觉得有些说话就是 你不是那一行的专业 你在外面看 你以为 这样做就可以了 这样做就可以了 不是的 你不是那一番 你不知道里面有什么事 你不能够这样做 反过来说 你以为 意外当然有了 又不是的 我们做过这么多的舞台演出 哪些东西会出问题 问题最可能出在哪里 我们心知肚明 也有人说 每一个演员 甚至乎都有一个权利 你不能够当他一个工具 要他怎样做 某程度上 演员的确是工具 但不是棋子已经很好的 你为什么这么劳性 演员是工具 我待会告诉你 我觉得演员是有辛酸的 演员的辛酸 不需要你去同情 但是我们会觉得 这样我们会值得 自豪 因为经历过这些阶段 我们才觉得 可以磨练到一个演员出来 那就是说什么呢 亦都是 大家很熟悉的剧集 亦都是大家日常很尊敬的一个 纪律部队 消防员 做消防员 我前后做了三次 但是很庆幸 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年代 换句话说他们的那套战衣 消防战衣 有三代我都穿过 兼且所不同的地方就是 三个不同的电视台 我在亚洲电视台第一次做过消防员 那套叫做烈火洪峰 不峰啊 不是那套啊 有点洪峰啊 那套就是 劇本啊制作啊 諸如此类都不好的 真的不好的 但是第一次叫做 那时候要进去接受 少少简单的训练 后来去到TVB 就烈火洪心 第二辑 所以那一辑就好看 想不到你真是名符 其实是欧师母 你叫我们以后怎么信你啊 总之呢 火同峰峰就是玩认真的 跟着最后一次就是 港台的火速救兵 那就是这三套 我想说这三套有些什么 可以值得说出来呢 因为最近我看了一些新闻 无论打风下雨 行雷的雷布警告期间 就经常都有人会去行山 去玩水上活动 自己当然是生命很宝贵 但是呢 漢漢出了事 就奴犯了消防员 救护员 甚至乎空中拯救等等 他们本身都要付出一个代价 他们都有危险 有一次就是拍烈火洪心的时候 我们就拍类似的场面 那一次真的 很赴命博 我们去了马鞍山 马鞍山已经上山 要駕駛上山很久了 马鞍山駕駛上去拍了之后 我们还有一个拍摄的圣地 一般人不会去的 那里叫做天外天 听我的名字都很厉害 什么叫天外天 没有路你上去的 一般人不知道 如何找到那条路 因为那里根本就是一个山 斜坡 斜坡掌满了树木 你看不到根本没有路 但是我们识路的就知道 有一条粗的麻绳 就在上面绑着一棵大树 一路就跌下来 所有人包括演员 幕后人员 道具 要揹着道具都好 就抽着那条绳 就一路半扯半行 爬上那斜坡 上到去 然后你跟着走 你就发觉 他真的天外有天 有一个平地 平地都挺广阔的 而且铺满了草 没有人上去 周围望出去 一片绝境 有懸崖峭壁 拍古装片一流 很多古装片都会上去那里拍 不过你要肯定 第一人数不能够太多上去 第二不可以有大件的道具上去 因为不是路 是扯着那条麻绳拿上去 那次我们讲攀山请救 整班消防员就上去 所谓的天外天那里 上得去就不是那么容易下来 一定要拍完才能走 拍到一半的时候 狂风暴雨 如果你说雨势来说 它是属于红雨那种雨势 那就打吧 打都不要紧 你不要闪电 在山顶看到闪电很害怕 它闪电不是在旧环 那里闪一闪给你 你是看到有远处 有些东西扔到对面的山那里 很害怕 大哥 我们没有东西挡 这些情况 有树 你不要跪下树底 但是那里你放心 没有树 洞築都站在那里 跟着什么呢 湿了 有一把大傘 大太阳傘 那些摄影手足 有六七个人都站在里面 我们进去遮 遮不了那么多人都好 但是都不行 最后我们都是要走 因为为什么呢 第一 危险 那把只是金属做的 是吧 捉电怎么办 第二 这个规矩 这是新宣第一点 就是什么呢 规矩就是说 下大雨吗 濕人不可以濕机 这部机不可以踏濕 即是部机有雨漏 有件胶漏的 但是因为没有遇到它下雨 所以没有带一件胶漏出来 所以就 怎么都不可以踏濕部机了 濕了就坏了 几十万没有了 濕人不能够濕机 这是第一 所以所有演员撤去 留一些位置 给那些机器 什么的手租 那我们又怎样 全部都蹲在这里 就抗凸 全濕 我都说了红雨 这样的雨 全濕 接着最害怕就是 来不知就看到很远 有条闪电 扔了下去 你会想到 什么时候扔到这边呢 扔到这边 就看事大一个中招 所以大家都不敢很近 大家想着不要那么近 但千万不要碰对方 尽量不要站不高 5号底 踏了很久 超过半小时 西市就是这样的 你以为这些雨落一天 没有 落完之后 踢完一轮之后 停了雨 湿了 拍不到 不连气 我们叫做不连气 拍不到 走 再找个地方再拍 因为要赶到第二个景点 因为那个景点要租 所以要赶到那边拍 这个不是新的 其实演员就是这样 那次是一个非常惊险的事情 第二次我之前有一辑讲过 就是威也事件 就是要我爬出去 但是没有威也事件 有威也事件给那个棚架 但是没有威也事件给那个演员 要演员爬出去 那个棚架 扮够人 这个就是两次 就是在A3 TV拍摄 《烈火红森》的时候 遇到很惊险的事情 这些《烈火红森》很值得说 第三次就是一个叫做气爆的效果 就搭了一个景出来 这间屋的物室 是搭出来的一个景 只有一个窗口位 甚至门口位 什么叫做气爆呢 它里面充满了气体 那些是氧气 氧气是什么 氧气是抢火的 真空的地方 就不会有火的 有氧气的地方 就会有火的 接着 就会用炎点火窗 砰 一扔火窗 那会怎样呢 整间屋是零秒 就充满了火焰 我们叫做气爆 因为它是密封的地方 那我们就全部 戴着所有装备 眼前就 全身火海 当然只要那些火 不是长期燃烧 我们是顶到的 因为那件战衣 是可以短时间防火防热的 内就真的有麻烦的 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 除了头盔 面罩的氧气筒 我们的战衣之外 手套 我们里面 在面罩里面 一定有一个头粒 粒到脖子里面 要包得很好 一条线都不可以给它 因为气爆 有空气的地方 烈火就会进入了 有同事就 就是漏了一条线 都烧焦了脖子 都会烧焦 是很惊险的一件事 但是当时你会问 看不看到你们的样子 其实是套着那个头盔 不是套着那个面罩 戴上那个氧气罩 套着那个头盔 加上那个环境 不知道谁打谁 那你为什么不找武师做 武师贵的嘛 演员给了钱的嘛 做吧 就是这样的 我又说这些不是新的 这些是演员试过 我说自己都经历过这些事 又知道原来 消防员是这么危险的工作 所以都自己试过 又知道了 对角色更加有一种归属感 接着拍《火速狗兵》的几年前 那时候刚刚舞台移外断了手 叫做好回 但是好回那时候是七成的 手不能够伸直 还未能够完全伸直的左手 在13楼上 又是说游戏气罩爆了出来 接着连人炸了出去走廊 公屋的走廊 要跌下街 跌下街 就单手抓住篮杆 然后拍档 何华超 超哥出来救我 而他因为这样受伤 故事是这样说的 那次第一 就是左手未好 第二就是 十三楼吊威亚 一踏出去 十三楼下面有没有 弹床 纸皮盒 没有 第一没有 第二是有都没有用 如果十三楼这么高 那条纸皮盒我们就有很多条纸皮盒 真的有很多条纸皮盒 但是有没有危险 有的 因为我始终是跌下去 纸皮盒最怕就是你滑下去是没有事的 跌下去是有一种刺 纸皮盒是很多条很幼的钢尸 翘成了一条纸皮盒 要看你要多少mm粗的纸皮盒 太粗的是不要看 钓人的要幼一点 去画走在电脑后期 都容易画走一点 所以不可以太粗 太幼的就很危险 多两次就要剪掉 要重新换身 因为多几次 它会断的 而初初断 你是不觉的 一断就没有了 这个是危险的 但是当时 因为角度的问题 如果我用右手捉住 是会遮阻我的样子 你说镜头在那边拍得不可以 不可以 这边是墩墙 不漂亮 在这边拍得到 城门河的美景 远景很漂亮 右手又会遮住 不行 迫着用左手 我身不直 那怎样 迫着的 都是 一插出去 忍痛 死人都握住 他又要单手握住 他又要单手握住 不知是否因为那次 单手用个体重 强硬拉直 有这些情景 还有那一套正规消防员 正在用的 叫黄金战衣 那套黄金战衣 漂亮当然漂亮 实用当然实用 但是我告诉你 我试过一次外景 出太阳 当然 我只穿黄金战衣 我什么都没有做 我站在那裡 五分钟不够 我已经顶不住 真的顶不住 你想想真正的消防员 救火救人 握住黄金战衣 他的体能多么厉害 他的工作多么艱辛 所以很值得大家尊敬鼓掌 第三 就是消防那套第二 我不知道 在我拍摄来说 叫第二代 当然也不止 那套战衣是蓝色 有些防火功效 我们试试找火箱 你里面会热的 但是能顶到一下 消防员跟我说 真的被火包围顶到几分钟 有一次我们穿越一个 就是预先点好火 那些火都挺猛烈的 我们就穿过那个门 那次就跟华哥 袁华一起穿过去 华哥经验不丰富 哇 穿过那个堂 不要紧 那些火很热的 又很猛 我们先灑溼 我们有件黄金战衣 虽然不怕烧 而已 灑溼好些 你灑 你灑我又灑 大家灑溼 灑溼 一二三 拍摄 我们就冲过去 我们两个冲过去之后 两个大叫 哇 就像 脱头归 然后不断脱那件东西 一脱脱的时候 原来这些工作人员 看到我和华哥 整个身体都出烟 因为原来 濕了 你这么猛烈的火 一灑下去 就是蒸 那里面就变了一条鱼 蒸到 久一点就真是熟 所以不要想着 经验 纯粹濕了毛巾 包着头 冲过火墙 或者可行 用黄金战衣 干脫症 不要弄濕 很危险 以上就是今集的流行 就讲一些我们拍戏里面的辛酸 刚巧都是和消防有关的 希望大家都会支持他们 又支持《淡水扑》 支持我们有很多方法 给个like我 叫多些好的朋友看 以及帮我们看一下广告 我们下集的朋友